那就講一下日圓 就不是問我 MC想問一下日圓怎麼看 為什麼會跌成這樣 會不會繼續跌呢 其實日圓我覺得其實是 我沒有留意日圓的老實說 雖然我就不去日本了 但是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要我現在是做一些 currency 投資的 strategy 那我就真心是開始想買日圓了 因為在日圓的長線的圖表來講 其實我不是很覺得它會無限的扁 因為其實你如果是無限的扁得太厲害的話 其實你沒有著數的 它現在是這樣 突然這樣去扁值 好不容易就是刺激自己的所謂出口 讓自己出口感加有競爭力 它這樣扁的話 真是咬它不吃的老實說 你這麼夠膽是從100點到130多的 你出口你一定贏的 但是如果你繼續這樣亂來的 你這麼狂貶的話 第一你會有clarity的信心懷疑機 而第二就是其實你相應而已 你出口做得好 你input那裡你就死了 這個 你的輸入的成果會高的 大家知道其實日本那邊 你一向都沒有通促的 那兼且我們就是在那個薪酬裏面 也是沒有上升的 那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再繼續貶值的話 那其實你人工又升不到 但是那些物價不斷升input的東西 然後就是input的東西 然後又是上升的話 那其實來說就不太好 對於那個國家內部的所謂那個通脹 所以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自己會認為它那個日圓其實是 就是再貶值多 可能一陣這樣那個時候 應該來說是會在長線的角度 是會回歸回到比較正常的水平 因為日圓如果用近十幾二十年的 所謂的角度 歷史最高端的所謂的高位 是零八年一剎 大概78或者80多元那些這樣的價位 如果你說現在最低潮 就是現在大概130多左右的水平 它中間這麼闊的範圍裡面 在一個是所謂均衡的價格 是應該的fair value 大概是110元附近的 應該是這個 變成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如果是分段去買日圓的話 駁它永續的角度 是它的fair value 大概110元附近的那些價位 都有10幾二十個百分比的 所以就是說也都坦白說 就算我坦白說 之前如果clerency 是對於香港人物理的時候 就買了日本樓 那現在當然是慘慘了 這個樓家就可能 浮了你兩成幾三成 這個但是呢 就有一點自私地 就是說如果我還沒有入手那些 那可能報回來的機會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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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